说起最近最火的电视剧是什么? 很多人肯定会说扶摇吧 这部剧可是由高颜值的杨丽和帅气逼人的软金仙主演的 能够活起来也在意料之中的了 大家之前可能会觉得他现在并没有很红 人气相对于之前来说也没有那么的高 而如今他凭借着扶摇又再次火了起来 小编也一直觉得他的演技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提到软金仙 想必大家也会想起他的前女友吧 他就是在我们童年时期心中天真可爱的阿卢 这部剧在当年可是带火了一大多人 却唯独他没有活起来 反而是渐渐的离开了大众的视野 也觉得很是可惜呢 小编猪猪在前几天还特地的去看了这部经典之作 这才发现这部剧到现在竟然还要会员才能看 而且有些剧情也被删减了 不过我还是看完了 哈哈 刘品年14岁便开始出道 这部剧就让我想起了当年非常火的歌曲《樱花草》 在02年的时候 他又搭档了霍建华 出演了首部电视剧《西街少年》 之后又搭档了软金天 李威廉出演了《绿光森林》 并且在此期间也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之后便传出了他与小精之间的恋情 而且他当时也仅有17岁 还未成熟 也因此遭到了经纪公司与家人的反对 所以这段感情也就只贪了7个月 便宣布分手了 分手后的品人在人气上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虽然在之后也曾拍摄过几部电视剧 但反响都不是很好 不知为何 为什么有些人在分手之后总是逃避不了长胖的魔咒呢 后面的他直呼让观众认不出 是哪还是当年那个活泼可爱的阿诺 不过刘雪妍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 在好友的支持与鼓励下 他开始努力的健身 都说运动是女人最好的资本 它可以让女人散发出自身的魅力 所以当他健身成功以后 他又变回了那个我们心目 中童年最喜爱的那个女孩子了 而且他发布的个人专辑重生 不正和他本人一样吗 或许这就是对他最好的诠释了吧